盧凯族的盪鞦韆通常在婚禮时举行 是传统领袖家族女性的特权 但在每年收获记忆时 为了慰绕族人辛劳 传统领袖会将盪鞦韆特权 让给族人来娱乐 也提供青年男女接触的机会 很茂盛的 那个就是新的竹子 很直可是很软 很轻 但是它的韧性很好 可是你家鞦韆的时候它太软 那个比较老的话 大概三年以上就有点带环色 我们要采的是那种 架设高度超过15公尺的大型鞦韆 不仅困难 竹子取材也不容易 如何选择竹材更是重要 部落族人特别邀请老师传授 由于受雨似的影响 让采足过程更加艰辛 从以前看都是人家已经搭好了 没有参与过这个中间的过程 到底怎么样 这对光是学那个砍竹子这个学很多经验 如何把锯子切完整 然后把它摘下来 然后再把它运送去那个车子上面 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 我希望可以成为文化自己 实践这个部分 但如果传承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更了解自己文化 拿拿登岸的部落将近七十年前因就业就学等因素 由舞台原乡迁驱到平地生活 过去追求着经济条件的改善 在文化传承上出现断层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年轻人 因为刚好我们美原社区也是在这个文化上面 有一个很大文化断层的一个落差 用一个力秋千的方式作为一个 而世代生命的一个传新的方式 也是二方面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一个精神凝聚的一个力量 理事长萨苏组表示 能不能将文化慢慢学会来 族人都没有把握 只期望透过每一次的学习 逐步找回传承祖先的智慧 原始新闻歌手 平东马家采访不到